大家好,我是Chusha,欢迎收听安博足球快讯 星期日凌晨,欧国联继续有好起 身处联赛A组里面的C组有德国主场迎战匈牙利 德国多位公分球员退出国家队之后 将会有大改革了 就是梅斯亚拿这些新星大展拳脚的好机会 今次面对实力不如自己的匈牙利 相信德国不会手下留情了 而在今届欧国杯之后 纽亚、卓奥斯、根道解梅拿等人先后宣布退出国家队 意味着德国将会有全面改革 而主帅拿格斯曼来说将会一个挑战和机遇 他需要在阵里找一个最佳的组合来打造重新的队伍 好在队内有多名天赋球员 包括梅斯亚拿、韦特斯、帕夫·洛域等人 当中梅斯亚拿在今届欧国杯表现出色 他与另外五位球员共享欧国杯最佳射手的同时 也入选欧国杯最佳阵容 看到德国復兴的希望 留意到德国曾经在今届欧国杯分组赛当中 2比0击败匈牙利 金将在战手下败将匈牙利 德国值得支持 另一边 在苏保斯·拉尔等人带领之下 匈牙利也逐步崛起 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但在今届欧国杯的表现 他们不算出色 分组赛以一胜两负的战绩 黯然出局 身为队长的苏保斯·拉尔发挥未如理想 只是交出一次助攻 而他首次欧国杯之旅 就草草地收场了 但苏保斯·拉尔也是匈牙利公認的领袖 他要帮助球队重返正轨 这个任务是任重道远 而在今届欧国联中 匈牙利和荷兰 德国波斯·拉尔同组 对于匈牙利来说 没有什么优势 还要面对荷兰和德国这些强队 所以今次面对德国 匈牙利应该难有作为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